经济变好了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其实这些年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 可是你可以说你自己没钱 但是你不敢承认你自己没有病 自古以来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困扰着我们 我们也知道最近一二十年 我们国家发展得很快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好 我们的农村建设也越来越好 可是我们想不通一个问题 既然我们的经济这么发达了 未来可能会引领世界 我们的医疗为什么做不到全民免费 为什么我们看病仍然还要掂量掂量 今天我们就具体来分析一下 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够实现全民免费的医疗 具体有三个方面的现实原因 这三个现实原因也阻碍着我们医疗的进步和发展 好了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首先第一个方面的现实原因 就是我国的财政压力比较大 要知道我们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并不是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意味着经济还在缓慢的上升 老百姓的收入贫富差距是比较大的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会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 前几年我们一直在争论一个话题 就是未来我们的退休年龄可能要往后推迟 要延迟退休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财政压力比较大 你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用钱的地方很多很多 可是我们的整体税收相对比较固定 你比如说养脑筋 就是靠现在的年轻人缴纳的去养现在退休的人 那我们现在呢是老年人越来越多 年轻人越来越少 这中间呢肯定会出现巨大的这种财政缺口 那怎么办呢 只能够每一年高额的去补贴 可是一直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 那么这个财政赤子就越拉越大 这只是一个缺口 那我们的医疗也一样 其实每一年呢 各地都会有大量的这种医疗的补贴 但是你要知道在2023年为什么我们提到了医疗反腐 为什么一个小县城的医疗相对比较落后 可是呢能贪这么多钱 想一想其中是不是没有做到专款专用 而且呢这个财政压力不是一年两年 是从我们最初开始一直到现在 这个医疗的财政压力都非常的大 所以呢即使每一年我们普通老百姓花钱去看病 包括了有很多手术都已经进行了这个大量的补贴报销 但是由于我们的人口基数比较大 我们中国有14亿人 所以呢有很多的老年人到现在呢 基础疾病已经开始诱发 你要知道一点的就是呢 就是我国的老年化也越来越多 这个老年人呢会以后越来越多 并且呢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呢 现在我们吃的呢并不健康 很多菜都是塑成的 很多肉里面都有防腐剂 很多饮料里面都有添加剂 这些呢就是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有些老人老了 可能呢就是一辈子就比较健康 但是呢隐藏的一些基础疾病 可能就会诱发大的疾病 那么你做不到免费的医疗 而且这个财政赤字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呢 很多老人为了不给自己的儿女找麻烦 只能够呢长期的用一些低廉的药物 进行维持将就 或者呢直接隐瞒病情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现状 那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目前的医疗整体的这个差距 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我们的医疗的基础设施呢 还是比较落后的 或者有很多东西没有普及 这个怎么讲呢 我们之前讲到房价 对吧 说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 没法比 那确实我们的医疗也和房价一样 一二线城市的医疗和三四线城市的医疗 没法比 那你可以看到啊 在每一个这个省会 对吧 都会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医院 或者呢我们就是能够在全国叫的上名的医院 那这些医院呢 基本上都在这个大城市 小城市的医院 可能干着干着都经营不下去了 都要倒闭了 可是到了这个大城市的这些大医院 我们可能会提前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去挂号 甚至呢到了凌晨两点钟 医院呢还是灯火通明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医疗资源 整体的水平分布是不均匀的啊 因为呢大城市啊 有大量的医疗资源 这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好医生啊 都在这里扎堆 那但是呢有很多三四线城市 还有下属的这些县城 基本上呢医疗体系是比较薄弱的啊 大家很简单的比方 你在三四线城市 还有这个县城啊 还有这个下面的香卫生所 是吧 你如果呢是头疼啊脑袋发热呀 感冒啊咳嗽啊 这些普通的常见的疾病啊 是可以治的 但是如果一旦上升到一些罕见病啊 或者说呢需要动手术啊 或者呢还有需要一些啊 比较复杂的一些病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医疗呢 在三四线城市就不好用了 一呢是没有专业的这种对口的知识的医生 第二呢就是缺乏相应的这种设备去检测 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 就是我家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脖子后面啊 就有一个囊种 那其实这个囊种呢 在大城市里面啊 他们一检查 一看啊 基本上就能够确定 就是呢 淋巴管囊种 当然这个囊种是一个良性的 可是呢 我们在这个一个三线城市 当啊这个我家孩子出生以后 那后面出现这个包 我们让医生看的时候 医生实际上是懵的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呢 马上建议我们啊 到大城市到大医院去检查 看确定这个包到底是个什么 以免呢当务病情 那你从这里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呢 这个三四线城市和一二线城市的医疗水平啊 还是有差距的 那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医疗设施 我们光有了这个水平的差距不行 还有呢 这个医疗设施 啊 我们说在三四线城市 那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到大城市 我们的标准呢 又是不一样的 好 你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核磁共振 对吧 这个核磁共振机器呢 现在还没有全面的国产 那如果呢 你想要准确性 那你只能够啊 在国外进口去买 可是一个机器啊 多少钱呢 对吧 好几千万 好了那一般的小城市的医院 你根本承受不起 也买不起 到大城市啊 能够买得起 可是你想 这个机器 我采购的成本就在这里 我医院是不是也要把成本赚回来 所以呢 我们每次去做这个核磁共振 这个价格呢 就非常高 当然了 还有很多一些做手术 当然了 还有 当然了 还有一些做手术的这种什么啊 进口的支架啊 还有一些进口的药品啊 等等等等啊 这些呢 基本上都是要花大价格的 那但是呢 这个大价格换的呢 就是疗效好 所以你看我们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设施 也不允许我们当前呢 做免费的医疗 还有呢 第三个现实方面的原因 那就是如果一旦我们实现了免费的这种医疗 那么我们的整体的医患的数量会激增 以及呢 我们医疗的水平和质量会下降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去理解 你以为现在医院是没有病人吗 或者说你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科技水平啊 或者说医疗水平上升了 我们的病人就少了吗 不是 相反啊 我们的整体的患者是在增加的 可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这些患者 说白了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钱 或者说我们有些病啊 就是能克服就克服了 最终呢 就体现在我们没有把握 或者说没有钱 假如免费的医疗 那你想一想 你感冒了 发烧了 你会不会直奔诊所去 如果你现在身上有残疾 如果实现了免费医疗 你会不会去 你会不会去申请名额 你还会不会 你还会不会把你的病情拖一拖 我相信是不会的 所以呢 这个缺口是比较大的 一旦我们全面的免费放开 就是以上的啊 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原因 就比如说财政啊 也能够忙的过来 也能够补贴的过来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疗水平也上去了 我们的基础设施也上去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全面的放开 这个医患关系 我告诉你 会特别特别多 病人会特别特别多 那么另外一方面 因为你是免费的 那么你的整体的这个医疗的收入来源在哪里呢 来源就在于财政的补贴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那就好奖了 那就是呢 我们的这个服务水平啊 或者质量呢 会下降 你想一想 现在每一行每一页 哪有免费的呢 对吧 免费的一个情况下 就代表自己没有收入了 那你想一想 现在有很多啊 就是专家 大夫也好 他们做一台手术 那是需要很多钱的 那是有很多收入的 可是你现在全部免费了 那我没有了收入 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好的 跟你服务去呢 啊 这不是说什么这个 这个呢 不用上升到道德的一个高度 这个就是人的本性 对吧 你想一想 三星级的酒店的服务水平 和五星级的服务水平 它能内比吗 对吧 它不能内比 为什么呢 因为你收费不一样 对吧 那三星级的旅馆 和这个十块钱一晚上的旅馆 整体的差距又出来了 这是很显然的一个东西 对吧 你钱花到位了 你就享受到好的服务 你钱花的不到位 那很正常 所以呢 基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 我国呢 现在真的还实现不了免费医疗 即使未来经济发展上去了 也实现不了免费医疗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国外的一些先例 具体是什么 我们先不说了 因为还是那句话 你舍弃了 因为那还是那句话 你有了免费医疗 你的经济绝对会拖后腿 你的经济发展了 必然你不可能实现免费医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